一马步 一马步 我说一下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一马步 就是我要去做资料分析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一马步是什么 这也是目前我们现在分析遇到的很大的瓶颈 我先制作一下简单的一马步 给各位参考 对 那还不如说我先秀一下什么叫一马步 例如 这是 因为我是在做研究 我研究 我希望说我的资讯专程能够跟医生结合 然后未来我们解决一些人类的疾病 我现在研究的是脑中风 那我当然就给各位来去看一下 这个脑中风的一马步 其实一马步 它的英文叫Codebook Codebo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你要有这个栏位的名称 还有栏位它是什么类型 还有基本来说如果是数字 当然就不太需要有内容 但是如果不是数字 例如说它是字员的话 那你可能还要放几个参考的 让我们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所以这个形式就是一马步 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一下 当我现在我拿到这个资料 我就先自己简单的制作一下 一马步 好 所以首先我有这个栏位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首先我有这个 这个很多 就是我有这个标题列 标题列 然后接下来我就先复制它 复制 然后接下来呢 选择性贴上 例如说我贴到这个地方好了 W2 然后选择性贴上 值 确定 对不起 我贴错了 贴成横的 所以我先还原一下 应该要W2这个滑鼠右键 选择性贴上 然后请点值 转置 好 那接下来 请问 在这个地方 这些一直到这个行ID 这个是应该叫做名称 好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讲的一个item 就是第几项 好 项目好了 项目 然后第一项 第二项 对不起 把它改成是一般 好 然后请选到 选到 这个 总共我有20个栏位名称 好 这我想应该大概知道 可是最重要的是 类型 类型 因为你今天拿到数据 你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知道一下说 我这个哪些资料类型是可以分析 好 这件事 那透过E码步是可以让我们了解的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行ID 对不起 我把稍微比例 稍微放大 这样会 大家看比较清楚一点 请问一下 我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行ID它是文字还是数字 好 那我现在要特别特别强调讲一下 这个是第一行 第二行第三行的意思 可是它算是数字 但是没有人再去加什么 第一行 加第二行 加第十行 加第五十行 没有人这样子加 所以代表 这个只是为了方便我们来去分别资料记录 说使用一个数字的编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不是为了运算 所以要请各位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第一项的行ID是文字类型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订单ID 好 你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也是文字 没错啊 IN-2019-27828 然后那订单日期是不是也是文字 是啊 里面都有年 有月 有日 只是它这种文字呢 它又有一个就是说 再把它分类为日期的文字 好 所以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日期它是文字 但是它可以做计算 所以你又可以把日期想成是数值 各位应该知道说 例如说2019年8月27日到现在 今天2021年8月20号 总共有隔多少天 是不是可以计算 所以它又是数值 对吧 因为你可以做运算 它就是四则运算 它就是数值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的类型 看有没有人会特别特别去 那个把它刻意的再去划分 如果你要刻意划分 那我们就专门给它叫做日期 好 所以日期 那记住 其实有很多观念 就是说 希望我们未来是拿到非常多不同日期的数值 因为只有日期 它是一个很棒的连续型数值 可以帮助我们在数学 数字计算 数字分析里面算趋势 好 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呃 等于说连续的资料 类型 好 日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文字了 文字 好 一直到数值 请问 数量 是不是数值 是啊 就是有几个 所以你看 这里面 数量全部都是数值 那还有什么 销售是不是也是数值 是的 然后这个数值 折扣也是数值 利润也是数值 好